诶 市长 你也是身为人父诶 如果当年你的女儿 遇到这样的老师 你会安心给她教导吗 萧小林她上课是动辄迟到早退 然后呢 未经这个导师跟家长同意啊 就把这个学生的联络物公布在网路上 那同时呢 这个还骂学生是白目阴痴 下山浪哦 然后呢 这个上课路骂一些 政治立场不同的老师 同时呢 上到一半常常无故缺席 二十分钟之久 而且我要提醒你哦 萧小林老师被解职之后 她虽然向法院提出所谓的撤销诉讼 可是最高法院是以败诉来定验 对不对 好 那凭什么你的廉政委员会的权力 是可以高过最高法院 你不要一直口口声声说 啊 监察院有说这个行政程序是有瑕疵 但是监察院也没有说 也没有否定法院的判决不是吗 如果你要让萧小林老师负职的话 一定要提出法律的理由 不能够用政治手段 可是至今市政府一直提不出所谓的法律的理由来嘛 我要先送给您这八个字 获起销墙 身后销条 这个核准函并还没有撤销 并没有完成撤销 所以没有后续 所以这个核准函根本都还没有撤销 我们内部作为是要撤销这个原来交易局的同意函 那现在因为有一些后续的问题 你们打算要撤销 但是到现在都还没有撤销 也都还没有撤销完成 对不对 对 局里面的那个文还没出去 那为什么你9月21号就要对外发布 到现在10月31号都还没有撤销 同同大委都是在欺骗试听 好 告诉你们 你们一再的讲说因为受到监察院的纠正 但是你们只讲前半段 老师用欺骗试听的说法 102年监察院的纠正函 你们全部都已经回复过了